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华应该不是突发奇想 他的面膜事业已经在路上了 爽爸已经自己亲自上阵 贴起了自家的面膜 对了 还直接去了工厂考察 不过并不确定这是不是大壳面膜的生产线和机器设备 郑爽爸爸已经把自己活成了半个明星 不过爽爸这几年一直没有停止过扩展自己的事业版图是真的 自家的蛋壳炸机店重整器库开张了 他也站在门口拍了照 给自家的店铺宣传 除了炸机店和面膜事业 爽爸也进军了娱乐圈 送郑爽的柴犬小妻去拍戏 不只是自家的柴犬 他自己也客串了好几部电视剧 在每人私房菜里也客串了一回王公大臣 嘉丹亮和李小璐伏击档主演的民国探案剧《主妇审探》 他演了一个杀人凶手 黑盗老大 除了拍电视剧 还上了杂志 我们下期见了一个杀人准备 我们下期见了一个杀人准备 我们下期见了一个杀人准备